如果你打开这个视频发现这个视频的画幅都没有一点奇怪 怎么这么窄一点 别担心 平时我们开车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其实你开车的时候 正常这种硬顶的车开着的时候 你眼前的视野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点 但是这世界上有另外一种车叫敞篷车 当你真正的把它的篷打开 你会发现不管是你的视觉 你的听觉 你的触觉 你所有的感觉都会更加更加的强化 更加的爽 而我今天试驾的一个车型 应该是目前中国汽车史上 第一台软顶的后驱电动敞篷 而且是一个敞篷的跑车 它就是明觉的MG 它就是MG Cybersteer 敞篷车给我究竟带来了什么 其实我之前也有一台MX5 我也有摩托车 这两个车开起来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它会让你很多很多的感觉 有一种新的体验 原来开车的时候周边的环境是一样 比如说我之前在高速上面开车 然后下了高速进入相间路 就是这种 绿色植被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间的发现周边的温度骤降 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些树叶 这些绿植有光合作用 让你整个地方的温度 二氧化碳减少 然后让氧气含量上去 让整个地方的温度 有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感觉 这个是你无论是开SUV 开什么硬顶这种三厢轿车 永远体会不到的 这个只是皮肤上的触觉 另外就是你的视觉 你往上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原来天空这么美好 哇原来你生活的世界这么棒 这种感觉也是这辆车给不了你的 还有呢就是听觉 当然这个是一个电动车 其实你的听觉 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可能会更长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汽油的 那种V6啊V8的敞风车 后面的这种排气声 和前面的引擎声 混杂在一起的那种 独一无二的感觉 所有车都给不了你 在我的观念里面是这样的 一台车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 我现在呢 有一台三系的旅行 它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带我舒舒服服的远行 我有一台电动车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城市代步的时候 让我平时花费最少 且体验比较好 我呢还想买的车 就是一台MPV 这个就是可以带全家人一起出行的车 想买一台硬核的越野车 这个就是我去玩 去野时候用到的车型 当然这些车型都不用很贵 十几二十万就可以 还有呢就是最后 只属于自己的那一台车 就是这种车 就是一台敞风车 敞风车给你的感觉 是真的是很多车型 都完全无法提供给你的 它的那种独特感 这种你开起来那种 开心畅快的感觉 真的 你之前可能会觉得 敞风车开起来 有一种很装逼的感觉 就你这个车 对吧 开起来有什么的 这个十几万的车 我之前就是 我在开马自达MX5的时候 别人拍到了 我在开车时候 那个状态 底下的留言区 最多的就是 我要有个十几万的敞风车 我都不好意思开棚 我会觉得很丢人 但是你真的开起来之后 你不会去在乎那些世俗的眼光 你也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想 你在乎的就是自己有多快乐 这个就是敞风车带给你的感觉 那么 这种感觉 其他的长风车也能给你 RMG的这台Sype Steer 能带给你其他的什么感受呢 首先是动力 这台车型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双电机的版本 544匹马力 750多米的扭矩 百公里加速时间 3.2秒 当然了 在电动车的这个环境里面 马力会越来越廉价 加速值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个人觉得 那个版本 不是我喜欢的版本 我喜欢的是这个版本 它是一个4.9秒百公里加速的 后驱版 纯后驱版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台车的后驱 是可以完全的关闭ESP的 所以你能体验到的 都是一个单纯的后驱车的乐趣 况且这台车 它的配重比非常棒 前49后属一 是一个非常平衡的配重 整台车开起来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棒的 这台车前面是一个双叉臂的悬架 全铝的 后面是五连杆 整体开起来的感觉 就是一个横跑车的感觉 这一点 我觉得在今天体验的 非常的不完整 因为我们今天体验的 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放松的 享受生活方式的 这样一种体验 我之前听一些朋友说 他们在场地里去试驾的时候 当然这个没有官方的试驾 这是他们自己的试驾 因为这个车的底盘 是前法拉利的工程师调的 是那个时候F1 舒马赫七贯王的时候 法拉利的动态底盘总监 去调的这个车 所以MG是花了大价钱去调这个车的 这台车型的感觉 开起来的感觉 我朋友说是很好的 我这个朋友啊 跟我有渊源啊 我一会去采访一下他 我幸福 他在MG做工作 他也幸福 我们俩经常说的就是 我们彼此是在汽车圈里面 一父一母的新兄弟 所以他跟我透露了不少 关于这台车的东西 这台车的底盘动态 我们今天体验不到 但并不意味着 这台车的底盘动态很差 我现在在这台车上 平时路上行驶的感觉 是非常好的 舒适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虽然它还是那种运动的感觉 就是它不是那种软啪啪的感觉 它是硬的 而且用坚韧的程度是非常棒的 它不会给你一种 很硬很不舒服的感觉 反而在程序代步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今天体验的后驱的版本 至于四驱的版本怎么样 我今天还没有体验到 下次再说 然后这台车整体开起来的感觉 敞篷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放下窗 或者升起窗的时候 它里面的风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就是时速60 然后在程序里开 我的头发是这样子的 这个窗是开起来的 我现在把它放下来 整体的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在高速上面 也有100的时路 然后也有老师把这个棚放下来开 今天感觉还是很OK的 所以这一个点 其实敞篷车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它会不会把头发吹烂 而且我们这个车 坐进去的感受 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卖掉 马达大iMAX5的一点 那台车型 我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从海外 与逃了座椅降低的套件 那台车型 我坐进去 头部空间就只有一只 而这台车 它虽然是个电车 因为电车电池在下面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内部空间会比较难做 况且这台车 它的车身高度是1米33 也算是一个很低的车型 而我坐进这台车 首先坐姿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抱怨的 坐得够低 而第二点 这台车我坐进来了以后 我的头部空间 关上棚以后 有一拳 这个一拳的空间 就是导致我非常想买它的原因 因为像我们这种 我身高1米79 但是我上半身很长的人 坐进敞篷车 最大的问题 就是头部空间不够大 这台车型完美解决我的问题 当然了 这个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就是为什么不给个通风座椅 像这种夏天 你开车如果外面很热的话 你的车身前面可能有空调锤 但是背后会很容易出汗 如果有一个通风座椅 这台车型的乘坐舒适度 那简直是绝了 所以这台车 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 最起码在平时在路上开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驾驶感受是这样 整体的底盘表现 是这样转向各方面 都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 因为我们今天体验有限 所以具体的深入的环节 应该在10月份的时候 会有个赛道试驾 那个时候动态的体验 会更加的完成 好 说完了 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 来给大家看看 这台车的外观内饰 其实这台车的外观 想必大家在网上 都已经看过非常非常多了 我就不一个一个仔细给大家讲了 我来讲讲我自己发现的一些 小的有意思的地方 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说这个车头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整个车身的基盖很长 虽然没有发动机 有电机 整个车身很长 然后这个灯 它本来是想做一个 类似于那种眨眼效果的 这个灯它是有眼睛的元素在的 但是因为这个眨眼的效果 法规过不了 所以现在就做成了一种 看上去有很多纹路 很精致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台车的发动机盖 下面是没有空间的 虽然说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后驱的电机 我们这个版本是一个后驱的 前面它是没有电机的 但是它这个为了保持双电机 和后驱的版本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隐形盖下面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个人不太喜欢 整个外观前脸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它这里应该是一个散热的风口 进去可以做一些冷却 但是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把它打通 因为这样留下来 有一点这种裂纯的感觉 可能前脸唯一的瑕疵在这里 然后呢前脸我个人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抱怨了 OK我们来转到侧面 侧面可以看到 这个轮胎是一个 前面是一个24540R20 是一个20寸的轮胎 后面是27535R20 它是一个鸳鸯胎 类似于像宝马那种的 这台车型呢 它现在这个轮毂 是一个高配的轮毂车型 然后低配呢 我们现场也有看了一下 它那个是一个19寸轮胎 前面这个是MG和Brambo 联名的一个刹车 侧面这个位置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 就整体的一条线 由头贯穿到尾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 从肩膀的位置 有一条线一直拉到后面的 像F系列的M3是这样 我很喜欢 这台车像这种也是很喜欢 然后呢就是这台车 我个人觉得比较纠结的点了 就是这个剪刀门 这个剪刀门纠结在哪里呢 你看到了吗 我摁下去了 也刷不开 首先它是这个位置 有一个雷达 是防侧边 这个位置有一个雷达 是看上面的 所以这两个位置都可以的话 它又可以开 你要靠近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它可能就不会开了 你要站在后面去开 它一个的开关是在这个位置 一个开关呢 是在门板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开关是在车内 就是要控制这一个门 它做了三种按键 但是我觉得 其实完全没必要 对吧 我们可以坐在哪里呢 可以坐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个人只是觉得 我个人的自己的意见 坐在这个位置 首先你这个雷达 可以不用坐的凸出来 不用有这个凸出来的造型 那么坐在这个位置 跟整个车身融为一体 然后雷达放在上面 看上面 这边看这边 然后这个位置呢 直接去按 不管你是开这个门 还是关这个门 都按一个按键 非常的棒 现在就是你开 要按开的按键 关要按关的按键 车内还要按另外一个按键 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纠结 这个学习成本还是要有一点的 为什么要用剪刀门呢 是因为这种双门的跑车 门是比较长的 横向打开呢 会比较占空间 往上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 OK 这边呢就是一个充电口 整个尾部的造型呢 其实也是这次 很多人对这个车外观的一个算是一个槽点吧 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抱怨的 首先啊 我个人的买车想法是这样的 一台车只做一件事 这台车那就是兜风 兜风之外 你不能对其他的东西有太多的追求 比如说外观那是无懈可击 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而且我自由旅行车对吧 旅行车的屁股才是最好看的屁股 这个车的屁股对我造不成什么困扰 而且这个灯呢 其实在暗红的状态下还是OK的 不会那么洒水车 只有等到它打了转向的时候 有这种黄色的光才比较像洒水车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后面 这个标志啊 右一说一还是挺好看的 和这个黑色的环 整个车身融为一体还是挺不错的 后面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登机箱放进去是没问题的 现在已经是一个把棚打开的状态了 两个登机箱放在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在这里放一个登机箱 所以这后面放三个箱子 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把这台车去跟马斯达做对比 去跟MX5做对比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是MX5车主 我个人觉得是各方面的秒杀 因为不管是空间 不管是动力 不管是舒适性 抑或是整个配置 各方面 这台车都应该是更好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卖了那台马斯达 而比较喜欢这台车的原因 OK外观的讲解就是这么多 这台车呢 现在预计应该会有三个颜色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色 还有一个就是黄色 还有一个就是银色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银色的 因为红色有点太辣辣结了 而且非常像马自达那个混动红 那混动红我不是说不好 就是看久了 我个人觉得有点腻 它对于那个车颜色好看 它是有条件的 一定是要光照够 而且光要有变化 但是像这种经典的品牌 经典的造型 就要搭配经典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个人觉得好看多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内饰 这台车型前面呢 是一个三连屏的设计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扰 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的方向盘 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左边这个屏幕的一个部分 和右边这个屏幕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被挡住的 但是经过我今天的测试 它挡住的信息 好像都是无关紧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运动模式 驾驶模式 然后左边呢 挡到的是一个圈速和这个顺时功率 右边呢是温度和胎压 其实胎压这个问题 出事它就会报警 然后这边的圈速呢 也是你跑完了以后才去看 我觉得问题不大 而正常情况下呢 像这边驾驶辅助 它就会挡住这个ACC的动画 右边这里不管是听歌啊什么 它挡住的是这个封面 其实这些都不太重要 像左边这个位置 巡航速度啊 跟车距离啊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右边歌词啊 什么专辑名啊 都是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它目前设计的这个东西 已经是能做到最好了 最起码它挡的东西都是不太重要的 中间这块屏幕呢 在我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中间这个屏幕很多人也会有疑问啊 就是我开启这个Super Sport的超级运动模式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转速表一样的东西 这个跟法拉利458上面那个很像 表底9000转1万转 但其实呢 这个表显示的是一个功率 就是现在你用了多少的功率 它不是一个转速 所以这个开起来就会有那么一点点违和 是怎么样违和呢 可能我现在这个时速是40 然后踩下去的时候 可能0%的功率我会有40 那基本上在油车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转速嘛 所以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 那种油车的概念 还有呢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拨片呢 其实在电车上也是用不到了 所以它做了一个拨片 是做两个功能 左边这个是动能回收的力度啊 强中弱 右边这里呢 是驾驶模式的切换 看到啊 运动自选 像这个舒适 它是在这边可以切换的 所以相对来说 你看上去它可能是跟油车这个功能差不多 其实它还有自己的设计 然后呢 中间这块位置呢 就是相对于车机功能控制比较多的 什么氛围灯啊 车辆控制啊 驾驶辅助啊 都是在这里 空调按键 那虽然它不是实体的 但是它单独放出来了 这点给好评 它这个档位呢 是按键式的 档位设计也非常有意思啊 如果你要动的档位 你是需要往后抠的啊 比如R档和D档 你要停下的档位 是按键式的 比如说这个P档和这个N档啊 它是这样一个设计逻辑 然后呢 方向盘这里呢 它这边我个人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就是这边是控制媒体的 但是控制媒体的音量 是放在了左边 这边是比如说控制 这个定速巡航的车速啊 跟车距离啊 返回啊这些 那么它音量放在了左边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的不适应 但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呢 是一个超级运动模式啊 根据你这个车 它会有一些 比如说加速方面的调整啊 转向这个方面的轻重啊 之类的 包括悬架也会有调整 右边这里呢 就是驾驶辅助 当你开始的时候 它就会几乎L级别 驾驶辅助 跟车距离速度啊 就靠这个来调 OK 那么除此之外 这台车我个人觉得 一个非常非常 跟其他的敞篷车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储物空间非常多 我们来数一数啊 首先门板上面 骑自门板下面这里啊 放点别的东西 放点这个什么眼镜盒啊 什么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位置两个杯架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服务箱 两瓶水 这样放下去是可以的 然后在副驾这个位置 前面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 主驾这个位置这里呢 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储物空间 然后在后面 后面这个位置呢 差不多是有一个 15厘米左右宽度的空间 你放个包啊 放个袋子啊 什么的 很长啊 没有问题 再加上前面 我刚才说的后备箱这个空间 这台车应该是 这个级别的敞篷车里面 储物空间最多的了 还是我的那句话 一台车只做一件事 这台车型要做的事情 就是带你去兜风 其实我之前有说过 像我的话 平时在上下班的时候 给我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呢 就是这个省钱的快乐 上下班的时候舒舒服服的开车 并且上下班的时候比较堵车嘛 省钱就最大的快乐 这个时候 这种快乐是电动车给我的 但是在平时晚上去兜风 或者去周末的时候出去玩 那种快乐是油车给我的 尤其像那种红头机啊 那种敞篷车的快乐 是那些油车给我的 而现在我又有了另外一个选择 因为像这种电车 其实它这台车它的电池还是挺大的 77度和64度电池 最起码500公里左右的续航是有的 周边的城市跑一跑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敞篷车你开久了 反而会累对吧 虽然这种车其实带给你那种快乐 是丝毫不亚于那种油车的敞篷车的 而且因为它垫的侧性 可能会让你更加的舒服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台车型的价格是多少 这也是很多人去关注的一个点 之前的明觉给我们透出来的口风是 这台车型是35万 没说是顶配还是骑士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顶配 顶配的价格应该还要再低一点 我个人觉得双电机的顶配长续航的版本 32万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售价 最低配应该就是2526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价位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那个保持街的981 就是那个Boxster的敞篷版3.4的Boxster S 它的价格就在28 29左右 如果这个车型 其实跟它S的加速是差不多 体验是差不多 但是它牛在哪里 牛在它的配置更高 保时捷牛在它品牌更好 它驾驶感更好 因为它是一个中置的机器 那么这两个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们的车型是拉不开差距的 但是价格是极其接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选择保时捷 还选择这台明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